2022年纳春是2月4日,纳春之后榴莲飞升 就是这样,中宫五王,五王是病符来的,病升,血光急病 南方九指火,火代表喜喜升 如果开到南方,开门,明年就多喜喜,或者会增人,添人口 但要注意,九指火,如果是直通中央的 例如开门,你的家屋直入,你的家屋,门口是这样的 通常有这样的眼镜房,当你眼镜房设计 这里一进来,你直入的,即是火生土,那不好了 屋中的人容易血光,容易急病,这个要留意,不要直通 先走去其他地方,那如何化解呢? 中宫很简单,五层风铃,因为它是土来的 你用土来的土,土心金,用金去化它 五层风铃,那为何用风铃呢? 风铃的声音,那些铜的风铃,要清脆的声音 即是好像小孩子要叫妈妈,妈在这儿,在发痴 骂着人,但小孩子说,妈妈肚饿了,呀,可以了,煮饭 就立即没赢 他是如仪换母 好像小孩换母那样 因为他忘记打人了 忘记砍你了 为什么用五不用六呢 不用七呢 六层封灵都可以的 但他肚生了一个金 六层呢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六运 过了很久了 现在六呢 通常就是金箱 或者六呢 亦都代表是 这个 官刑 因为他持刀 他是槍挂 槍挂就是官方 可能有警察 有警察到的 你响得多 是你没事 不病不性 但你常常有警察 那如果七呢 七本身这个金是对挂 第一就是 就是是非 对挂少女 第二呢 可能生了一个少女 就是生了桃花 如果有七 七层的 会生了桃花 所以我们用五 五化 五毛 是吧 另外一件事 九指火 那是九指火 那是好的 如果你说不直通 那说其他 九指火走到这里 是直通的 这是直通的 九四呢 四九呢 那是怎么呢 四去到九呢 以九来说 你经了四走到九 是好的 因为他火 木 木生火 但要注意 这个是长女 这个是中女 这个是中女 长女 也就是 都未到中年 的女性 这个位呢 全部呢 都是桃花 来的了 如果你的家 这样行 留意一下 自己要点点一下 如果是男性 来说 好了 我们说回这里 四呢 本身呢 没有什么的 四就已经退运了 就喜欢 去赌钱 那些东西 但是四呢 这里呢 如果你的四在这里 你的三在里面 我门开这里 开了三 进去四那里 你的房子是四的 三四呢 这个是长女 三呢 是长男 亦都是痴犹星 即是很凶死的 男人 那是 你的女性坐在那里 在这里受花 突然冲个男人进来 是不是下下 所以呢 如果你要直通 又不好的 直通又不好的 那直通 如果不好 那怎样呢 找红色化而已 木生火就化了它 没什么的 即是容易被人吓 恐吓 威胁 就是这样 如果反过去这里呢 你在这里 门开那四 四进来的三 又怎样呢 直通 我们说直通 直入 不经其他地方 直入 那怎样呢 未事无常 即是个人呢 失失放了 下街都不知道自己 咦做什么呢 原来你想一轮 好像是买鸡蛋 即是他未事无常 个人做事呢 好像不正常 也是用红色化它 即是这个交通的地方 我们用红色 我们叫交通 即是沟通的地方 我们用红色 你开三 三是吵架的 是非呀 官非呀 是这样也是的了 这个化解 放些红色在这里 便是你的门 在这里 装个红地毡 或者贴张辉春 都可以的 那这个四 千万不要 好像有些师傅那样 四一 一四共 一四又发科名 你如果没有人读书 你不要放些这样的东西 一呢 就喜欢浪荡 四也是喜欢浪荡 一呢 就喜欢喝酒 赌钱 那些东西 四档一淫 你没有读书 就四档一淫 所以不要学别人 整个花瓶 又放四支开运竹 或者四支富贵竹 一支 总之不要这样搞 那八就是财星 八财星呢 开到财门就最好了 便利的行门在这里 即是你家屋 行门是什么呢 你家屋 开到东北方的 明年呢 哇 发财了 发财了 但是 如果 但是如果什么呢 如果你是行门这里 走进来这里 它是选小口 一是木黑土 选小口 注意了 原来你说我 经这里入这里 这样进来的 如果这里有个露台 有窗台啊 有其他东西 小心点 损少一下 整兽仔跌倒 跌倒 跌倒 或者跌倒 下街 这个一呢 也是文昌星 有人读书好 发科名 有人读书好 摆一支毛笔 搞定 不要加那么多东西 如果经这里走过来这里 就差跌倒 它肚黑水 晚上蛇起来小便 没有东西 这个呢 一鹿共中 一鹿共中 没什么问题 挺好的 如果考试好的 这两边考试好的 你布置到它在这里 或者在这里也好 但是这两个要共通 即是有得交通 直走过去 即我们叫直通 那就最好 如果你是做官的 做官的 公务员的 那六是好的 六就是官方 有升职 一鹿升职 这个唯有你是做官的 就好 如果不是做官的 就没有 如果这里走过来 你在这里 变成在这里睡 那会怎样呢 读书 考试 或者你是老师 做文化 这样也好 那这个鹿怎么用呢 这个鹿其实 亦都是先天的财星 你懂得用 这个就等于 可以跟伯伯一起用 这个都可以吹到财 当然 如果你一般坊间 他不会教你 他连先天挂 后天挂 后天八挂 是怎样的 他都不懂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先天的财星 来的 可以利用先天挂 去吹动后天的财星 那六七交剑杀 很多人认识了 龙女鸡造反 如果共通 龙女鸡造反 如果是什么呢 这还有一样东西 六代表骨 骨伤 这个 尽量避免它们动 如果你不是做公务员 不是整天 你不要避免动 那二七呢 也都好像刚才四九 都是桃花星来的 二七先天火 二七先天火 那变成了 全盘 我们叫阴神满地 又是容易桃花 那这个呢 就是榴莲 那个飞星 一般呢 他就讲过飞星 就讲过 点点点点点 6是点 1是点8 但很少人看呢 如果你交通 又如何呢 这里又呢 直通又如何呢 直通又如何呢 那五六 直通没什么 因为六呢 是金来的 那没什么 七五七 直通没什么 二五就差点了 二五交交必选主 二五交交必选主 那这个就尽量避免 那三五呢 亦都尽量避免 其实呢 是除了这两个位 应该这样 一 这个 这个位 这堆 这堆全部都不好 跟他有直通的 因为他 这个五呢 就是皇帝来的 好恶死的 暴君 那你那三呢 恶死 恶老走过去打他 他便立刻打回你 那你肯定够他打 因为他皇帝来的 这个也是 那这个生他 更坏 那这个二五呢 大家都是肚 那你可以这样想的 double五 那叉叉的 那这个呢 就无所谓 这个化了 这个化了 这个呢 因为旺升 所以没什么 大家都是肚 是有点阻滞的 那这个一呢 那溝通来说 这个相差一点 那你 五一他肚黑水 肚黑水 那可能呢 如果有人带肚 就不要在这个位了 除了有人带肚 就不要在这个位 带肚如果这样 就容易小产 流产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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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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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